没什么智慧 我很不客气这样真诚劝他 《普门品》里面讲 若有人礼拜观世音菩萨 胜过呢 你拜过六十二亿横河沙菩萨 你为什么 当时你要想 你为什么供观世音菩萨 你为什么供四闭观音 他有他的功德力 我们佛菩萨就是没有功德力 我们凡夫就是没有功德力 请几天讲 清音缘 所缘缘 等无间缘 真上缘 所以真正好的佛弟子 你家里应该要有个佛堂 正式的佛堂 不一定很大 我也知道新加坡的住家很小 你可以在书架的最上一层 布置一个佛堂 最重要是你的心 很重要 那家里假如有一个很好的佛堂 假如你有福报 必须要请师父或脸友 为你开光撒净 那是非常非常好的 像我在台湾商业经社的 SBA的committee member 我就一家一家去关心 我一家一家设计佛堂 所以我有很多行业可以做 我可以奖金 还可以朝圣 还可以带朝圣团 对不对 我还要设计佛堂 还要做心理资商 我还有可以做儿童佛学班的老师 所以我也是在不断学习 所以我不怕没有饭吃的 没有 这是开玩笑 所以鼓励你说 你家里要有一个佛堂 很重要 家里有一个佛堂 我告诉你 整个家都会很吉祥圆满 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最重要有佛堂 你会见佛如佛寨 每天你早晚就会点香供水 然后家里就会很吉祥圆满 初一十五 六载日跟十载日 要买香花灯果竹 你不是没有福报吗 供观世音菩萨是很大的福报 供地藏菩萨也很大的福报 你也可以供华言三圣 西方三圣都好啊 那这并不难嘛 对不对 那你有人有跟我说 哎呀 师父我供佛菩萨呢 我家里会生烦恼 错 你都担心烦恼 可是你没有想到 供了福报更大的时候 你家人会转变的 要有这个怨心 好 所以这是福报力 再看助以利以 菩萨在生的时候 就像刚才我放的幻灯片 释迦牟尼佛诞生的时候 就能够走七步 有七步莲花 讲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再来佛在十最后身当中 菩萨产生的功德力 乃至于当菩萨在年轻的时候 菩萨都有功德力呢 度一切的众生 去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 菩提场 度无量的众生 成等正觉 所以当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 他也可以度猴子 度动物 乃至于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乃至于幽民界的众生 他都能度 为什么 他生生世的功德力很大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接下来再看 得了成正觉以后 已过百千万亿 纳由他功德 他不会自己享受 目的是呢 给一切的众生 其实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娑婆世界 他本来可以活一百岁的 他就是看到后来的佛弟子 没有福报 所以他入八十岁就入涅槃 他曾经说过 我为什么要提早入涅槃呢 我把我二十年的福报 留给后世 在家出家的佛弟子 若有佛弟子 真正的心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闻思修 修戒定会 末世的佛弟子 是不会饿死的 所以你要相信 好 所以成就如来 正片之一种处 非处力 如是等 佛有实力等功德 此名诸佛菩萨 即与少分众生 顿号福报生力 我们都希望自己有福报 有福报 你才不会有压力 回答这边有个问题 说师父啊 请你把我从忧郁镇里救出来吧 我把新家 在新加坡买的要七年 去换了一间三十八年的家 所得的也不多 当夜蓝寂静的时候呢 我都痛哭流涕呀 请问新加坡的房子 不是永远的是不是 有七年的 有三十年 有五十年 有九十年的是不是 因为我不太清楚 新加坡政府组屋 就是 九十九年 可能新加坡比较少 我们在台湾可以买一辈子的 甚至给自己的子孙的 那没关系不同 那意思可以看得出来 你这个人就是 换了新家 所以你很苦恼 常听闻法师说 要放下要舍得 但是此时此刻 拿出来救自己 是很困难的 法师 请你为我及其他的众生 遭遇愚痴的众生 帮助我 我该怎么样放下去了生死呢 答案呢 我看你换回旧的房子吧 对啊 你那么苦恼 旧的房子的话 起码有得住吗 对不对 人有时候想要的东西很多 真正需要的不多 当然你这个灵友很苦 我能了解 我讲到这一段 就是讲福报 所以我故意先回答这个问题 对不对 每一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那你觉得 你换了一个三十八间的房子 你觉得很苦嘛 对不对 换了一个新的房子很苦 那很简单嘛 你不要换嘛 换回旧的房子嘛 起码你有房子住吧 对不对 还有第二个 你要换房子之间 你要想清楚 因缘果 你有这个能力吗 你贷款够吗 你家人的小孩 对不对 有没有分摊你 或亲朋好友 假如你没有想清楚 你就突然的贸然去做一个 你本来只有十分力量的事 你要做一百分 那当然你很痛苦 所以我昨天前几天讲 要随缘做功德 不是撑面子的 第二个 从你这个问题里面 很抱歉我跟你说 你会放不下是因为 你真的没有什么福报 所以那建议 听我的建议 你现在不管你是七年的房子 或是换回三十八年的房子 你换回旧的房子 请你先在家里 睡一个小小的佛堂 拜观世音菩萨 拜地藏王菩萨 你绝对不会饿死的 第三个 你应该努力的去呢 做功 做合法的功 不要做不如法的功 因为做不如法的功 不如法的功 就是你赚的钱很多 可是将来你造的恶业也会很多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全世界台湾不景气 我可以告诉你真话 在台湾也有很多很多 一桶沙拉油 卖小吃的 你知道吗 本来五百块 五百块除以二十 二十五块新币一桶的油 现在变九百块啊 几乎快变四十块 或四十五块一桶的沙拉油 那怎么办 还是得做啊 你只要肯做 对不对 慢慢的求佛菩萨 你不会饿死的 所以你不会大富大贵 但是也不会饿死 原因是什么 太多了 你会贪心 你也不会想学佛 太少了呢 三餐不济 你也会很苦 你没办法来参加供修 所以这位莲友 我要给你鼓励 就是你要想一想 或许换回旧的房子嘛 可以住就好嘛 虽然没有什么很漂亮 但是你起码不用在外面淋雨嘛 你为什么要买一个很漂亮 要贷款很多 又爱面子 然后你又做不到的压力呢 第二个就是呢 你家里可以供佛塔 第三 希望你发愿 求观音跟地藏菩萨 念吧 修吧 念普贤行愿品 这位莲友 你有名字 师父也会帮你送经 送半年的普贤行愿品给你 总可以吧 可是你做不用功 那我就没办法 对不对 你用功 我也用功 佛菩萨加持 你一定会转变的 所以你会列在我 每天回向的名单里 这样好吗 这是我可以做得到的 好 请看幻灯片 普贤菩萨 它福报很大 在峨眉山万年寺 普贤菩萨 这是全景 普贤菩萨也是 清净庄严累劫修的 所以它不但呢 在这里我多说几句 菩萨有很多 按照地水火风空来讲 观世音菩萨 修水大比较多 像大杯水 有没有 很多人有的问我 说师父 我有癌症 或有病痛怎么办 念21遍的大杯咒 喝下去大杯水 现在肠病毒真的很多 前一阵子SARS 对不对 也很多 所以要颤除你的恶业 你念大杯咒 很好 念大杯水 也可以把大杯水倒到家里面 让你的全家人都喝 求佛菩萨除去你的障碍 文殊菩萨是以火大 火大不是那个火很大 不是 是智慧之火 智慧剑 地藏菩萨是修地大 地也跟禅定有关系 将来若有因缘 人家请我讲地藏菩萨 我不会讲地藏菩萨本愿经 因为地藏菩萨本愿经 很多很多人讲过 大乘大吉 地藏十轮经有一品 讲地藏菩萨 可以帮助你入圣生的禅定 而入华言三昧 所以若你觉得你想修禅定 你又没有办法心很乱 拜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 你会得圣生的禅定 当然你念任何一尊菩萨 都可以得禅定 只是说地藏菩萨的愿心 接下来普贤菩萨是什么 风大 风大是代表举手投足 他都可以讲经说法 利益众先 所以他奇大象 大象是代表忍入 可以走长远的心 弥勒菩萨代表修空大 缘起信空的空 所以叫地水火风空 是五大 那普贤菩萨是代表风大 风的元起 所以他奇华言会上 普贤菩萨他起大象 当他经过的地方 都会大地六遍震动 连风都可以听闻讲经说法 所以他是很庄严的 请看一下 这是我拍的 上面有很漂亮的 像枣井一样 这普贤菩萨是同度经的 他拿如意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天上的天井 是代表 这个元代表法界的意思 有四个天女 有没有 都有像敦煌一样吹着祭月 来赞叹普贤菩萨的功德 所以讲到这里你可以知道 大乘佛法影响中国跟东南亚 华人的文化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我们作为大乘佛弟子 应该要有信心 接下来看侧面 侧面的普贤王菩萨 这些照片呢 你可以上商业经测的网站 我都已经放在网站上 然后你可以download 自己作为电脑的background 然后呢 他这是侧面拍的 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呢 还有这个中国大陆呢 佛法现在很兴盛 我非常的随喜赞叹 所以呢 他们也重新有整修过 这是全部的重新镀经的 所以你看 普贤王菩萨 非常非常庄严吧 他也是清净庄严累劫修的 好 这是正面 这张是最庄严的 对不起因为颗粒的关系 旁边呢 有没有看到一圈 代表显结千佛 大的小小的佛像 这是他侧面 所以刚才说的 他的六个牙齿代表 六度波罗蜜 齐六牙白相 好 这是在普贤菩萨 目前新雕的 就是另外一尊 小尊的普贤菩萨 其实佛菩萨拿什么法器 都不一定 也虽然文书菩萨拿 这个智慧剑 可是这是东密跟日本的造型 跟西藏的造型 中国大乘佛法的 早期东黄壁画 文书菩萨是拿如意的 所以那你怎么判断呢 是看他的座齐 普贤菩萨代表 广大的怨恨力 实践力跟堪忍力 好 在看五十七页 秉食至波罗蜜里面呢 我会介绍文书实力菩萨 文书菩萨是很重要 它代表般若菩萨的智慧 那这也有连有写问题问我说 师父那文书菩萨很殊胜 那我们要怎么修行呢 好 请看开讲义第八十页 另外一本 好 八十页里面讲 远离四种执着 原来的经文是藏文 Original Text是Tibetan Text 英文叫 Removering four types of attachment 就是说 这是文书实力菩萨 教给 在西藏佛教里 萨迦派 花派的叫做 萨迁供噶宁波 没有关系 你请看幻灯片 专心听 然后呢 他传给他一个四个寄送 就是说 我们人类有四类的执着 比如我们希望生 般若波罗蜜的智慧 那什么东西障碍我们身体智慧呢 简单的讲 而执着 执着有很多很多种 文书菩萨很了不起 请看幻灯片 这是文书实力菩萨的净土 他拿智慧剑 然后呢 文书菩萨成佛的时候 未来叫南摩欢喜藏 摩尼宝基佛 他成佛的时候 也有莲齿海慧佛菩萨 也有两个大菩萨 南摩欢喜藏 摩尼宝基佛 他给众生很多很多的欢喜 然后呢 他为什么有摩尼藏呢 因为他从智慧出身 摩尼藏 所以他把 这个寄送 传给撒迦派的一个叫 共感音波 传说他也是文书的化身 所以他非常的有智慧 写出了这四首寄送 请看 若执着此身 则非修行者 若执着世间 则无出离心 没有的话就看欢迎片 英文是我翻的 我念了很多文书咒 我觉得翻的还可以 听好 If you have attachment to this life 对这一生你产生执着 You are not a religious practitioner 就不是修行人 这个定义比较高 我们讲修行 修行 修什么 除了修 三归一 对不对 五戒 十善 六度波罗蜜 十地 真正的修行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要断除你对这一生的执着 这是第一个标准 假如我们对这一生执着 不论在家出家 你虽然修得很好 可是你对这一生 还有很多很多的执着的话 那在中阴身的时候 他会显现出各种幻象 会障碍你 比如说你最怕鬼 你命中的时候 他就陷鬼 你最怕什么 他就显现什么 这些显现东西 不是从外来 而是从你心中显现的 所以各位佛弟子 你想要出轮回 先要问你 什么东西最放不下 你可能最放不下你的家人 可能最放不下你的太太 最放不下你的家人 但是你要真正出轮回 你要常常修无常想 所以刚才那个莲勇 你很难过 不要难过 你这一生是很有福报了 得了人生 在新加坡又来听经 其实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了 但重点的是 你要对这些痛苦的执着 要放下 怎么放 待会我会教 我先讲道理 第二个 若执着世间 则没有出离心 If you have attachment to the world of the existence you do not have the mindfulness of renunciation 出离心 出离 renunciation 是很重要 出离简单的讲 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 你有没有看过 鲤鱼要龙门 鱼从水里面跳出来 这就叫出离 佛为什么要告诉 你要放下贪嗔痴 因为它就是像 那个污泥一样 一直让你悬在里面 你要像莲花 出污泥而不染 你一定要超越自己 这叫做出离心 这是很不容易的 有没有出离心 那就要看你在境界里面 有没有考试通过 比如说人家骂你一句 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 顶他三句 现在还要报复他 还杀他 现在人家骂你一句 哎呀 奥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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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蜜三八 闺蜜三八 OK啊 我现在不生成分 起码我刀子没拿出来 有进步一点点 接下来人家在骂你的时候 哎呀不要计较吗 骂就骂 是空性的吗 谁他骂吗 恭喜你 从贪心里 你得到称心里 真正出离了 所以解脱 解脱是指什么 从烦恼当中 得到解脱 那世间人最不容易呢 放得下的什么 执着世间 世间的享受 Any kind of desire 你总是喜欢 世界舒服一点的 说一个例子 你不要介意 比如新加坡里人有呢 我知道这个国家很热 吹冷气吹习惯了 你要去朝圣的时候 没有冷气的时候 哎呀你就受不了了 这个就是表示 你不能从冷气当中来出离嘛 了解吗 所以温室中的花朵 是经不起考验 你要常常要告诉自己 一切是虚幻的 一切是无常的 一切是假的 一切是会变的 我不要执着 所以常常想到苦 空无常无我 不是消极 而是让你真正生起 出离心 所以假如你有对世间 还有一些执着 那你就没有出离心 所以从修行佛法角度来讲 假如你事业性越强 Title Position and Evaluation 你有越高的名声 越高的地位 那么提醒你 你不太容易有出离心的 所以不要羡慕世间的 文武百官 王公贵族 那都是像呢 还暂时的彩虹一般 雨过天前以后 彩虹就没有了 知道吗 要常常想 很多东西都是 无常的 是苦的 是空的 是暂时的 不是真的 我再讲一遍 背起来 是苦的 空的 无常的 无我的 暂时的 都会变的 这样子你常常提醒你自己 你就不会那么执着 那么痛苦 起码会减低痛苦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若执着己的目的 就不具菩提心 这就是我前几天会告诉你 要学着常常利益众生 If you have attachment to your own purpose 或是 You do not have the thought of the enlightenment 菩提心是 Bodhicitta 梵文翻成有的 The thought of the enlightenment 执着自己的目的 就是你常常都只想到自己 你常常想到自己 答案是什么 你的我值会很重 你我值很重 那就保证你 Sorry 你会继续轮回 所以佛法它有些地方 讲深也是真的很深 为什么 它要学无我 无常 这是佛教跟其他宗教 不同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 它会斩断你 就像文族师利菩萨的智慧剑 会斩断你很多很多的 执着跟痛苦 对不对 所以你要常常想 我换过角度来讲 要怎么叫菩提心呢 常常为别人想 慢慢地学 我知道这个很难 不过你不要跟师父抬抗 是真正可以做得到的 释迦摩尼佛 这么多的大菩萨 这么多的西天东土 中国的大乘善知识 南传 北传 藏传 很多人都是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 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你要告诉你 你生起了一个自私的念头 哎呀 你就没有菩提心了 你生起了一个自私的念头 放弃众生了 你也就没有菩提心了 好 接下来看第四个 当执着升起的那一刹那 你的正知正见就已经上失 在英文里面 正知正见是指空性的正知正见 这个比较高 When grasping arise 就执着的那一刹那升起 At that moment You do not have the right view of the emptiness 空性 我们讲缘起信空 我前几天讲 大家也知道啊 对不对 都看技工活活 天也空 地也空 山也空 水也空 你也空 可是我不空 对不对 吃饭了之后肚子呢都不空 我们对凡夫很多的欲望 还是会执着的 这是难免的 可是现在的重点是说 当grasping arising 你对任何一个执着 听好 先不执着世间恶的东西 慢慢造善业 记不记得我前几天讲 转恶念变成善念 善念变成什么 清净念 最后第四个连清净念都了不可得 对不对 有没有背起来 再讲一遍 转恶念为善念 善念为清净念 最后清净念也了不可得 你可以写下来提醒之力 这是学波尔波罗蜜很重要的方法 那现在是讲说 金刚经讲 就是说一切的法都倒要舍 对不对 你现在你这个正念 善法也要把它舍 因为当人在 这第四段是讲空性的教法 当你跟一个人讨论的时候 假如你不了解空性的教法 你就会永远认为什么 我对你错 我对你错 然后呢 你就会找各种的东西来攻击他 然后告诉你自己说 我是对的 可是没有一个绝对的对跟不对 看这里 我现在有一个file 有四个角 A B C D 对不对 有时候你觉得你婆婆对吗 也不一定啊 有时候你认为你自己对 有时候认为老公对 有时候呢 小朋友认为他对 事实上四个角度 你都应该清楚 现在错在哪里呢 错在你执着一个角 譬如我执着A B C D的B 我就告诉你 A C跟D都是错的 所以你这样攻击别人 这个叫做当执着升起时 那一刹那之间 你就没有空性 the right view of the empathy 所以你正知正见就已经上市了 所以在中观跟为师的辩论 讲的深一点就是 你有任何的见解升起的时候 都是一类的执着 但这个部分要很小心 不是说拿着一个通通不要执着 就像一把剑一样 通通都砍 然后没有因果 也没有菩提心意味 也没有六道 也没有六道波罗蜜 也没有实地 那这样的话 你就会堕阿比地狱 它这里的目的是说 要放下你一对 很多不同类的见解的执着 就像看这里 有A B C D 我们常常都会执着一个 然后都说别人错 我对 你错 我对 你错 我对 那你要想一想 你真的对吗 不一定 那这个给我们的什么启示呢 你要学的跳起来想 看这里 看到A B C D 四个你都看到 有时候你会用A 有时候你会用B 有时候你会用C 有时候你会用D 目的是要有菩提心 帮助众生 这才是清静的智慧 这了解吗 这一段很重要 听不懂没有关系 因为我以后还会 所以现在请翻开 七十九页 接下来 有很多问题是很好 反正你不要急 我想你听懂我要教什么 我想比你更重要 请看这个七十九页 现在教 妙吉祥智慧战 讲一个故事 这是在印度纳兰陀寺 有一天 纳兰陀寺的方丈 请五百个大班智达 那他们每天都要变经 然后写一个赞叹文殊菩萨的祭送 他们现在给他们 希望他写 就很多呢 这个五百个大班智达 有些人智慧很高 有人智慧很低 他写不出来 想要赞叹文殊菩萨 那文殊菩萨智慧这么高 那怎么办 他们就每天念 结果文殊菩萨一加持以后 五百个大班智达写出来的祭送 就是现在的七十九页 是藏文本把它翻成中文本 所以今天很公开的介绍 跟各位介绍 这是大乘的佛法 所以你可以修没有问题 然后呢 你希望能够念 敬礼文殊师利庙童子 菩萨摩赫萨念三遍 假如你有供养文殊菩萨的 这个法照 那是更好 能够起码点香跟供水 然后呢 这个功课若你要做的话 当然我现在放的是用唱的 你可以用唱颂的 但是你若不唱的话呢 你也可以念的 念七遍或二十一遍 接下来下面才是念 Ong Arapajanadi的咒语 这是文殊新咒 当然将来你若有福报 遇到上师为你口传灌顶 那是更好 若没有的话 你现在也可以念 我记得我第一次朝五台山的时候呢 跟孟参老和尚去 我就整个五台山 我念了六万遍 Ong Arapajanadi 我非常欢喜 后来回来我就遇到了 白教的个上师 为我在台北 跟很多的林友 灌五方文殊顶 所以接下来呢 我放这个音乐给大家听 有三遍 第一遍请你专心听 也思维文殊菩萨的智慧 第二遍跟第三遍请你大声唱 唱完以后 他会听念咒语 念一段 念完以后 那我会介绍这个祭颂的意思 我会介绍这个祭颂的意思 一遍请你大声唱完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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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大声 Radioce spices Isn位 有两遍请你大声听 也请你大声耶 这肥预自 Teles 不止作用以后 zwischen虽然而言对 就越盲 神 Very easy to serve 所有境界入世之谷 守国境界在胸前 三有与众所有众生 无名安弥谷所谛 悲民彼等皆入独自 为所有世之隐喻 如泪大阵 烦恼随行 夜里铁链是劫坎 无名安处 为灵断心 一切不雅是宝剑 本来清净 师弟究竟 功德圆满佛四身 白衣时而相好庄严 庆祝心安或敬礼 第三遍 无诸大志 彼得照云 路日清净及明朗 所有境界入世之谷 守国境界在胸前 三有与众所有众生 无名安弥谷所谛 悲民彼等皆入独自 为说流世之隐喻 如泪大阵 烦恼随行 夜里铁链是劫坎 无名安处 为灵断心 一切不雅是宝剑 本来清净 师弟究竟 功德圆满佛四身 白衣时而相好庄严 庆祝心安或敬礼 接下来他唱文殊咒 先听一下 这个音乐很庄严 这叫奥阿扎巴扎那地 文殊菩萨的文殊星座 他还在这里 共云白尔的名字 我1个集团 再详细听一下 再详细听一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书菩萨曾经在经典发愿说 若有人连有众生念文书菩萨名号 思念文书菩萨的形象 或念文书菩萨的赞颂 或念他的心咒 十方佛国土 文书菩萨一刹那之间 就会到你的头前来加持你 当然我们不一定一下看得到文书菩萨 不过这个是让自己升起智慧的方法 假如你除了念二十一遍心经之外 你要做这个简单的功课也是很好 先看七十九页 我简单介绍这个祭颂 这个祭颂很深 在西藏人也有这一段的口传 也就是说在西藏人 他要汴经或读经讲经之前 也会念这一段 那他是念的藏文 护主大智离二藏云 护主是指大智文书施利菩萨 是一切众生学般若波罗弥的依靠的主人 他有广大无边的智慧 他是离开两种障碍的各种云 云像天空中当中的一样 当乌云出现的时候 就会把太阳给遮住 太阳是比喻我们的佛性 那当乌云离开的时候 万丈乌云离开的时候 万里晴空就会现前 所以这里的二藏代表 烦恼藏跟所知藏 当云离开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像广大无边 清净的天空 是非常明明朗朗的 那这时候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的境界如实之故 把如实之化起来 清清楚楚的看清楚 我们凡夫为什么会造业 因为我们不清楚因缘果报 我们常常糊里糊涂的 所以我们遇到苦的时候 会苦上加苦 可是透过求文殊菩萨的加持 然后呢 他会让我们知道 过去现在跟未来 举一个例子 我很丑陋的例子 我没有学佛之前 我身体也不太好 可是我送了地藏经跟金刚经 有一天我就在当兵的时候 做梦梦到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就让我一弹指 就让我看到很多过去是 哎呀 阿弥陀佛 我杀了很多众生 这就是如实之故 后来我也忏悔 也发愿 然后出家修行 对不对 所以忏除了很多恶业 现在还有一点点 再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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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你了解了 因缘果报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执着 那一般凡夫 如果没有听闻佛法 你只想什么 就去看三世因果 有人说 你过去是国王 你过去是有钱人 then so what 你现在不是国王 所以我们凡夫有时候 会有很多迷惑 是因为过去 现在未来的东西 我们没有如实之地 去明了它 可是文殊菩萨就不一样 他看一切东西 像透明的雾一样 像梦中的景色一样 像水中的月亮一样 所以他很清楚 那大家都知道 文殊菩萨 右手拿智慧剑 智慧剑 左手呢 是托金夹在胸前 金夹上面是放的 摩赫波罗蜜金 接下来看祭宋 三有欲中 所有众生 无名暗迷苦所逼 在欲界色界无色界 我们这三有的 所有一切地狱恶鬼 出生的众生当中 都很可怜 从佛法的眼光看 是真的很可怜 不要说什么 你给你想一想 像我们今天看到 一个流浪狗 上面长满了 蛆蛆又病痛 你是不是觉得 他很可怜呢 对 那是他的业 当然以菩提心 我们要帮助他 可是反光来 假如观世音菩萨 跟文殊菩萨 站在大宝莲花里面 看所有的六道众生 也是很可怜的 所以他才会生起大悲心 那众生为什么很可怜呢 无名暗迷苦所逼 你有无名 心又很厌暗 又不听闻佛法 很愚痴 然后继续造杀到 淫妄走的罪业 所以你就有很多很多的痛苦 可是菩萨跟我们不一样 他看一切的众生 就像他唯一的儿子一样 悲悯彼等皆如独子 不管是观音 连文殊菩萨 观音地藏 所有的诸佛菩萨 他看所有的众生 就像自己的孩子 这点要常常学 在座的很多爸爸妈妈 做妈妈的人 你对自己的孩子 会像孩子一样 你很关心 但是还不够 请问 你看别人的孩子 会不会像你的孩子一样 去关心 你要把你的慈悲的心 再扩大一点 不但是自己有缘的 还有左右灵舍的人 你也慢慢去关心他 连无量无边的众生 你都去关心他 这个就是菩萨 摩赫萨 所以文殊菩萨 看一切的众生 也都像他唯一的一样儿子 去帮助他 为说六十之英语 这是指用六十种方法 英语就是六十种语言 文字或方法 为他说什么 圣声的波罗蜜 这六十种是非常多的 我没有时间在这边讲 你也可以上网去查 或查佛学字典 然后接下来再看 如雷大震烦恼 睡醒 夜立铁连石 解开 那文殊菩萨 为什么骑狮子 因为狮子是狮子猴 他有时候就像 你的爸爸妈妈 狠肯骂你一顿一样 像打雷一样 今天早上 新加坡不是打雷吗 下大雨震动你的身心 让你从烦恼当中 wake up 起来啊 不要再继续堕落了 不要再继续轮回了 那因为文殊菩萨 他有波尔波罗蜜 所以听好 当你念波尔心经 或念文殊奏 或文殊战的时候 你的业力呢 就像体炼子一样 就会被剪掉 所以波尔波罗蜜的功德 是很大很大很大的 你不要看小看 就算小朋友念 一个波尔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身 波尔波罗蜜多时 我告诉你 他的功德可以减断 多生多劫的 业力的铁链的 但是要很虔诚 要很专注的念 那力量才会大 所以文殊菩萨帮助你 无明暗除 未令断境 希望你呢 现世能够断你一些 烦恼习气跟恶业 连过去生的这个 根本的无明业啊 也像断境 所以他就像 拿宝剑一样 一切的苦牙 牙 苦牙是什么 大家知道 牙齿痛是很痛的 对不对 身体的痛有好几种痛 是都很痛了 但是最痛的 第一个是头痛 第二个是嘛 牙痛 第三个是胃痛 真的假如你有胃痛的话 我看 你除非有很大的功德力 可能念一念 阿弥陀佛你就痛出去了 因为太痛了 那表示那个痛啊 超过了你的念力 那这里讲 文殊菩萨啊 拿智慧的宝剑呢 斩断所有的众生的这个 痛苦呢 痛苦就像牙一样 请问 假如你的牙 吃巧克力太多 蛀牙了 那你只好看牙医 牙医呢 能补就补 那不能补的时候 牙医生 Dentist的跟讲 抱歉 知道吗 把他拔掉 用这个比喻是说 文殊菩萨也把你那个痛苦的 根的那个牙 给完全拔除 最后 文殊菩萨是本来清净 他是过去龙肿上尊王佛 当然他是正道十一地菩萨 这个祭送礼是赞叹 他是十地菩萨的功德 原因是在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文殊跟普贤呢 是视线比佛低格的 这个大菩萨 他是十地菩萨 因为十一地只有是释迦牟尼佛 当然文殊菩萨过去已经成佛 可他过来演戏的时候呢 一定要演他能够扮演的角色 所以他说 文殊菩萨的智慧啊 是本来就像清净的莲花一样 是十地非常究竟圆满的 他的相貌功德呢 等同于佛子身 他是诸佛之师 也曾经当过 释迦牟尼佛的老师 所以常常修文殊法门的人 你的相貌也会很庄严 很有智慧 功德也会很圆满 最后他的相貌太多了 无量无边 佛经用一百一十种 一十二种相好庄严来赞叹他 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这是指化身佛 报身佛是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好 那法身呢 是看不到形象的 所以在这里是赞叹呢 这个就算我们现在的业力 看不到文殊师利菩萨 可是当你意念到他的时候呢 他一百二十一百一十二种的相好啊 庄严呢 也值得你去赞叹跟顶礼 最后清除心安 我敬礼 希望文殊菩萨加持我 能够处我心中的黑暗 最后我跟一切的众生 敬畏来际的顶礼 好 接下来就念 Ong Arapajana Di 好 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念《月葬经》 《八月回相文》 问题有很多 请各位有耐性 有些师父会回答 有些我会单独回答 请给我沐浴跟引擎 谢谢 文殊菩萨也当过 释迦牟尼佛 因地请法的老师 所以当佛成佛的时候 他也振入到 如同文殊菩萨一样的功德 好 请看六十页 《月葬吉祥发愿文》 《月葬经吉祥发愿文》 请合掌 希望把今天听经文法的功德 《月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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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领发旧之然 我心为菩提设财既既子 宝香马之身 领发旧之然 我心公主佛 愿见即生闻 父母主之常 领发旧之然 慰问菩提谷 父母主佛 阿僧自卑守 种种苦 领发旧之然 我修煎旅 长一朗 静静 持法 佛为真 领法旧知了 我喜常忍辱 忍辱和众生 为真 领法旧知了 我喜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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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独多 诸 众生 领 发旧知啊 我修禅 解脱 无声 散 莫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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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洋 沙 呼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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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无量论灵法旧之然 我喜常怜悯 盛雪荣 即生生之皆 为真正法言 我民和众生 以此和尘首安知 而与三尘尘尘尘尘法师 我喜此方便 独托诸佳劫 喊知欲正悔 法御灵不觉 我喜此色 救度住众生 灭烦烦恼 领思中求助 我喜此外道 此时也见我 喊知欲正如 似终的供养 好 今天奖金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 好 盃 监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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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嘉